今天我要介绍长寿 每一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 对不对 我们在净土中里面叫做无量寿佛 我赞叹你这个人叫做光寿无量 光代表智慧 寿代表福报 那我们讲光寿无量或无量光寿 所以我今天这个补充资料是我整理的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佛友问了 严命地藏法门 我觉得很好 那在座呢 我上次说过 在座所有的老菩萨都已经是六字头 或七字头了 所以你也应该听一听这个方法 人他会有从身心灵的角度开始介绍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hysical level 或是from the mental level 或是from the spiritual level 我今天会讲这三个 那你就专心听 你要超也可以超关键字就可以 接下来呢 我们有全程录影 你自己可以复习 请看第一个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physical level 请问人怎么样可以长寿 我们的人的身体很微妙 从过去无量节的业与烦恼 然后你就投胎 其实你的身体就像一部轿车 比如说在新加坡 有人拍BMW 有人就拍老爷车 Kili Kolo Kili Kolo 开得很慢 对不对 其实你说这个车就是个人的福报 有人开德国的跑马车 这车子有很多很多种 全世界都有不同种 我也知道马来西亚很喜欢跑车 对不对 一有钱就很酷 咻地拉风 那请问 我们的这个身体 你现在摸的自己的这个肉身 其实也是你过去业与烦恼 不管善业跟恶业结合而产生的果报 有些人一生来他就很健康 体质很好 有人一生来从小就是一个药罐子 病严严的 每天都在吃药 那表示每个人的业不同 那先讲生理 生理上你要怎么样让自己长寿 第一个要有规律的生活 年轻人最熬夜 在做Young Generation 特别注意熬夜是最伤神的 Night Cat 做夜猫子 每天上网 然后打电动 打电动玩具 其实电脑辐射线是很大 不瞒你说 师傅最近一两年 我的眼睛也不太好 我每天都要点盐药水 我还要吃眼睛的药 因为我为大家做电脑 所以我们的眼睛就像车子一样 车子没有加油的时候 你就应该去加油 轮胎坏掉了 那你就该换 所以老菩萨注意听 注意听 你不要想动不动 哎呀 随缘 我就交给观世音菩萨保佑 有啊 你真的很愚痴 没什么智慧 你肝不好 就应该去看医生 你身体不好 有一些老菩萨身体也会老化 比如膝盖 盖质 骨质 骨质疏松症 那你要去看医生 你可以吃钙片 你不要小看 你说不要执着 有一天如果你腿发生了状况 很多老人家都是骨质疏松症以后 突然跌倒了 然后呢 一个礼拜就走了 那你说谁害你的呢 其实是你自己不小心的 假如你小心一点了 保养你的身体 其实你还可以活很多年的 对不对 有很多老人家就是在 脚不好 然后重心不稳 跌倒了以后 头撞到墙壁 流血 一个礼拜就走了 对不对 所以身体要照顾 假如你没有健康的身体 那请问你怎么拜佛呢 你怎么用你这个身体到印度去朝圣呢 你怎么用这个身体到中国四大名山去朝圣呢 所以身体虽然是假的 但是你要照顾它 就像修慈悲观一样 但不用执着它 所以第一个 规律的生活很重要 第二个 均衡的营养 营养里面呢 待会给你看图片 我先让我转一个段落 营养是 中国人来讲 阴阳五行 也就是金木水火土 这五种颜色的食物都要 我发现有些老菩萨 虽然发心吃素了 可是他不喜欢吃苦瓜 他就很讨厌 我就不吃苦瓜 错 你的营养不均衡 你不能说你喜欢吃红萝卜 就拼命吃红萝卜 真正的健康是五种都应该营养均衡 举一个例子 你不要介意 我也有妈妈 我也有妹妹 我也很关心各位女众 很为了很多人吃素 吃素到最后只吃豆腐跟青菜 到时候营养不均衡 然后呢 你又缺乏钙质 到最后很多的佛教徒都贫血 的确 那是你自己自作自受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营养不均衡 所以注意 请看幻灯片 红色的葡萄汁是补血的 请你多喝一点吧 我们所有的营养吸收到里面 你看哦 今天你不管吃素面羹 或是栽米粉 或是树炒饭 或是树沙爹 吃完这么多 它消化到肚子里以后 它就会吸收嘛 吸收其实变糖分 从双糖变单糖 其实喝果汁 是直接最能够吸收的 第三个 有很多人都喜欢吃药 其实不要吃太多的药 吃太多的药 你的肝跟肾会不好 最后你若洗肾的话 那就很可怜的 一般现在若一个人 不幸进入医院洗肾的话 最快两三年就走了 慢的话最多拖十年 你的肾脏 已经是解毒的功能 你又熬夜 又不照顾你的身体 你又吃了很多的药 所以各位联友 不要乱乱吃药 我发现华人动不动的 哎哟我今天又头痛了 偏痛 听说那个很有用 他就吃这个 然后联友我告诉你 我有一个补方案 很好就吃这个 你不知道 这个药跟这个药会相冲突的 所以应该多去请教医生 在我们商业经社 就有长庚医护人员 我也跟老菩萨讲 我们做过医药讲座 不要乱乱吃药 有些这个药 跟药那个成分会相克的 举一个例子 不要生气 比如说我们以前 吃素的人都很喜欢吃什么 菠菜煮豆腐汤 对不对 可是问题现在以科学来讲 菠菜跟豆腐结合的时候 加热的时候 就变成胆结石 你为什么会有胆结石 就是专门喜欢吃菠菜豆腐汤 菠菜跟豆腐要分开煮的 你菠菜可以跟别的煮 豆腐也可以跟别的煮 但这两个不能一起煮 所以食物跟食物之间 有它的道理的 所以希望呢 第三个 食疗跟药疗要并重 不要每天都一直吃药 我有时候去佛友家 看到他家 天哪 一排的药 二十罐 这样没有往生 也会变木乃姨 不用吃那么多 你去问你的医生 每个人在评论 师父不是医生 但是我是讲原则给你听 其实我自己也学过中医 我甚至都会针灸 所以再讲一遍 请各位不要买药给我 我自己就是我的医生 我自己会医我自己 你不要乱乱买药给我 师父你好瘦 买个食拳大补丸给你吃 我一吃完会流血 就很快往生的 我的人体不可以吃 食拳大补丸的 对不对 我为你们讲经 其实我每天也吃 补中医鸡汤的 所以食疗跟药疗很重要 再来再多讲几句 有些佛友很持清净戒 很好 举个例子 你不吃蛋 也不喝牛奶 师父尊重 我没有批评 但是你要多喝牛奶 当然听说佛教界 最近又研究出 好像牛奶有很多问题 又致癌症 那你吃优酪乳 养乐多种可以吧 吃优格总可以吧 你不吃蛋 师父没有强迫 因为有些联酉 或在家出家 会觉得比较新 可以 对不对 我没有意见 师父在这里不要做辩论 因为我看过很多很多的佛教徒 在家出家的演讲 甚至说吃鸡蛋就很罪过 会多到地狱 没那么严重 佛教徒的营养里面 铁质跟钙质的确比较少 从哪里 蛋跟营养 牛奶 还有坚果类 还有从海带 那又有一个问题来了 有些老菩萨又有扁桃腺炎 扁桃腺炎就是不能吃海带 那吃其他的嘛 你这个又不吃 那个又不吃 这个又不行 那个又不行 我看你感觉感觉往生好了 你很难养啊 也很难教 所以食疗跟药疗要并重 不要一直都吃药 食物也很重要 我们人为什么能够活下来 你看第一个 我刚刚讲睡眠 每一个人都要睡眠 你睡不饱 你就头晕晕的 所以我一个朋友 是医护人员 常常跟我师父讲 提醒我 他是我的好朋友 新红师 吃饱跟睡饱 至少要有一饱 最好两饱都有 所以我没有吃饱之前 我先睡饱 你知道吗 我曾经看过 我师父自己的笔记本 什么叫快乐 不要吵我 让我好好睡一觉 就很快乐 我出家到这 二十多年 从来没有一天是睡饱的 所以你要先把身体照顾好 然后呢 然后呢 营养要均衡 对不对 不要一直都吃药 那当然 佛教徒里面 不吃葱跟蒜 我了解 这是处于中国楞严经 可是如果你到印度的话 葱跟蒜也是植物 而且以现在科学来讲 蒜头颜料的蒜经 其实它可以杀菌 是可以致癌症的 也可以致你的感冒 在埃及人 埃及人建金字塔 十几万的工人 中暑了或感冒 他吃什么 是蒜头 所以蒜头 其实是很好的 但是佛教徒里面呢 有些也不习惯吃蒜头跟葱 那也没关系 好 接下来请看幻灯片 新加坡人最喜欢吃什么 补品 燕窝 人参 珍珠粉 鱼甘油 好 虽然你受了菩萨戒 假如你的医生说 你也要吃鱼甘油 因为你的铁质跟钙质不够 没有关系 也可以开圆 你就吃吧 因为你并没有拿刀子 去杀海底的鱼 但是呢 你要有惭愧心 吃的时候呢 那希望你将来好好修行 所以佛也有开源 佛说 若你的病的药方里 一定要用到动物的骨头 是可以起慈悲心跟惭愧心 而去服用的 没有破戒 好 接下来 那请问 有钱人吃燕窝 人参 珍珠粉 没钱人吃什么 喝白开水 对不对 好 那注意看 请看下面 穷人的话请热水泡脚 其实你为什么要吃这么多 简单的讲就是你的血液循环不好 现在呢 都不太喜欢运动 所以我要鼓励佛教徒 多多在家里拜佛 拜五十拜 或一百拜 至少一天拜一百零八拜 慢慢拜嘛 有人就说 哎呀 师父 我就不行了 你为什么这么懒呢 中国人讲活动活动 要活就要动 你不动 就躺在那里 棺材那里了 所以拜佛 也是一个很好的养生 假如老菩萨 你拜完 或是你家里小 没有佛堂 拿着念珠 到公园去散步 去精行 这也是很好 所以在寺庙里面 吃完饭 就要饭后精行 为什么 是帮助消化 不要一吃完饭 就躺下去睡觉 所以古人 曾国凡居士 他在带佣人的时候 兵的时候 知道吗 出兵打仗是很辛苦 晚上很累 他就用水 注意听 用一个水桶 到你的脚 然后泡热水 泡烫一点点 不要烫伤 然后泡 然后他血液就会循环 这时候你会流汗 就把衣服擦干 不要吹到风 然后擦干 换完衣服 因为你泡脚 晚上就睡眠很好 睡得很快乐 快乐的猪 明天就会做快乐的菩萨 所以贫穷人养生方法是什么 泡脚跟运动 这是四个 先给你看照片 等一下 没错 请看 所以均衡的饮食是很重要 现在佛教徒也都流行吃素 很好 新加坡也越来越多素食的变化 有一阵子大家都流行吃什么 吃起司 对不对 焗烤 有一阵子呢 大家吃有机养生 有一阵子大家都吃五股饭 其实都是一窝蜂 台湾现在有一个养生观念 看这张图 就是任何的食物里面都有金木水火土 五种颜色 五种颜色 它的营养才会均衡 知道吗 所以台湾现在提倡的养生是金木水火土 它跟我们中国文化很有关系 你不要说我喜欢吃红萝卜就吃红萝卜 我不喜欢吃绿色就把它挑掉 你就是这样分别很固执 所以你身体没有营养 面有菜色 吃菜人嘛 面有菜色 师傅也吃素啊 但我精神很好啊 所以营养要均衡 接下来再看 以健康饮食的金字塔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人要有很多 吃的最多的请看下面 五股 面包 饭 米 还有面 第二层 多吃一点是什么 蔬菜 水果 跟瓜果类 瓜果 像西瓜 像香蕉 或是像papaya 或像呢 奇异果 你要多吃 因为我们人要有很多的维他命 第三个 吃的适量的是什么 比方说 没有吃素的人 他吃肉 鱼 蛋 还有干豆类 豆类也不可以吃太多 豆类吃太多 最后你会变痛风 很多佛教徒有痛风 脚气病 脚肿得像恐龙腿一样 就是你豆腐吃太多了 豆腐也不可以吃太多的 适量吃的像牛奶 或奶类的制品 或起司 有些老菩萨不喜欢吃起司 那你可以吃优格 对不对 不要什么都不吃 气死 不是气死人的那个气死 气死 对 那少吃一点的是什么呢 油 脂肪 盐跟糖 所以你会看到台湾的养生食物里 少油 少盐 少糖 对 那也不要吃三白 什么叫白 白饭 白面 跟白糖 完全白的都没有营养 你真的要吃的面呢 是要五谷面 或是呢 叫做蕎麦面 或五谷面 不要吃纯白的 第二个白饭 因为以前人很可怜 以前有钱人才可以吃白饭 其实白饭一直处理处理 所有的营养都没有 五谷饭是很好 糙米饭也很好 你为什么不吃呢 还有不要吃白糖 或白盐 盐当然是白的 没错 糖 我喜欢吃叫 brown sugar 或raw sugar 就是呢 比较粗糙的 咖啡色的糖 中国人讲 白糖 白面 还有白饭 这三个是最没营养的 因为所有的营养都解决了 所以 少油 少盐 少糖 是对的 我说个笑话给你听 很多在座 我调查一下 师父很关心你 讲地藏访门 请问在座有糖尿病的请举手 有糖尿病的 请举手 只有一位 那其他长得圆圆的都没有 确定吗 举手 请举手 不要去 不要客气 师父真关心 好 你要去治疗 人生病的时候 若是有糖尿病的话 很多药会不能用 对 也就是说你糖 高血压 糖尿病 若没有控制的话 你一进去 又有了 它会 conflict 对不对 当然糖尿病 有很多原因 我也问我学生 医护人员 到底为什么 其实有很多原因 一个可能是 你吃甜的东西 要控制 不要太多 也不要太少 中国人一定讲 盐巴 太咸了 对肝脏 跟肾脏不好 但是你如果吃的饭里面 注意听 没有盐 你容易晕倒 因为盐里面有 铁跟钙 跟钠 我讲个笑话给你听 有时候我的商业经测的 脸有很关心师父 师父 你这个不能吃 师父 这个我帮你吃 我说 走走走 我又没有糖尿病 师父喜欢吃巧克力 我也喜欢吃蛋糕 我也吃个水果 趁我现在没有糖尿病 多吃一点吧 等到我老的时候 一定很多人供养 师父 这个你不能吃 师父 这个我帮你吃 师父 这个我帮你做工的 那我只有坐在那边流口水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照顾自己的身体 但是呢 各种食物都要营养 所以看 健康饮食精致它 不要学佛的人 吃到最后只有青菜跟豆腐 然后走出去 每个人都在 吃菜味 吃菜的面 脸 然后动不动呢 哎呀我就不行了 就晕倒了 停血 所以各位 要把身体照顾好 你才有精神 禅修 才有精神 利益众生 接下来 生理的我还没有讲完 对不对 请看 第五个 吃当季最旺盛的食物 我们 在这边 你们新加坡比较难 我们台湾是春夏秋冬都有 举个例子 夏天最多的是芒果 秋天有水蜜桃 对不对 夏天有荔枝 对不对 冬天有橘子 碰干 你真正按照春夏秋冬的季节 最旺盛的食物你吃 当然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 像很抱歉的直说 像师父 我的胃就不很好 那我就不能吃凤梨 凤梨 凤梨对我来讲就很利 所以 请你不要买凤梨给我 因为我不会吃 对 那是不得已 可是呢 你不要执着 哎呀 这个太寒了 哎呀 那个太补了 这个呢 太补了 我都不吃 那你最后吃什么 你做仙好了啦 你要吃春夏秋冬的水果 但注意听 也太补的不能常常吃 比方说新加坡 榴莲就很多 不能常常吃榴莲 吃太多会流鼻血的 对 你们也知道吗 吃完榴莲 你还要喝 coconut water 对不对 榴莲水 椰子水 所以冷跟热 它才能够平衡 但是以春夏秋冬的旺季 自然循环的吃 按照旺盛的季节 吃食水果 那是最好的 接下来 好 还有一个身体养生 最重要的 请注意下面 要节制欲望 不论在家出家都要 在家就算你有很漂亮的太太 或是很帅的老公 但是要节制欲望 古人到家讲 人要保持精气神 这三个请写下来很重要 话多伤气 你常常跟人家讲话讲话 像师父讲经这样是很伤气的 不过还好 我不会那么快往生的 我也有秘方保养我自己 话多伤气 第二个 熬夜伤神 不要晚睡 早一点睡 早睡早起是健康的 今天做不完 不要急 明天早一点睡 明天早上再做 第三个 多欲伤精 所以如果你精气神不好 你再怎么买很多化妆品化妆 你看起来就像个鬼 真的 人 真正修行的 你看 在家出家 对不对 你真正修行很好 身体很健康的 他精气神一定很饱满 虽然这跟胖瘦没有关系 就是你的精气神很好 所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生理上 紧张不安是最伤身体的 所以各位慢慢来 老菩萨从今天开始教出自己 慢慢来 不要急 来跟我一起念 慢慢来 不要急 对 真的 老菩萨都很紧张 你看你发现 你在紧张的时候 其实你整身流汗 你是最伤身体的 你所有的营养 跟养分 都在那边耗光了 所以呢 你就会发现 你从早到晚很累 然后你就一直吃 一直吃 越吃就越圆满 而且满的呢 只有肚脐呢 会圆圆的 该胖的地方都不胖 不该胖的呢 看不到的地方都很圆 然后呢 看到拜佛 哎呀我老了 不用拜 看到师父 普贤行愿品 也随缘啦 不用念啦 所以 慢慢来 不要急 所以看换灯片 所以到家讲 松 缓 跟慢 紧张 跟不安 是最伤你的身体的 不要急嘛 还有一个 对年轻人特别注意 现在 making appointment 不要排得那么满 我会客是没有办法 现在一点排到两点 下一个两点半开始嘛 现在我看年轻人的讲 一点到两点 两点到三点 三点到四点 你不用上厕所 不用take a break 你都确定吗 所以你的心都是这样 碰得紧紧的 然后回到家里呢 exhausted 知道吗 这就是现代人 最伤身自己的地方 所以现代人很有福报 你看 我们现在吃东西 很方便 对不对 食衣住心 现代人的营养都很高 其实现代人营养都过剩了 对不对 我们现代人呢 享受也很好 可是呢 你身体最伤害的是什么 是紧张不安 所以记得 慢慢来 不要急 好 请看下面 食疗乙跟药疗都要并重 不要每天都只是吃药 变药罐子 有些东西 问医生 不要乱乱吃 这个A跟B的药会相克 B跟C的药会相克 不要乱乱吃药 你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药呢 对不对 因为就 我心脏不好 要吃三种药 我今天有偏头痛 有三种药 然后呢 我的胃肠又紧张 有五种药 我的皮肤最近又老了 有八种药 天哪 你哪有这么多药啊 吃该药吃的 其他通通去不吃 做医药不吃 好 接下来讲 第二类 心理上 请专心听 请看 第一个 我们的心里 我们的心里 有些人 他很开心 有些人 刚才讲 我们凡夫生来 无量节的心很乱 习气很多 其实我们恶念很多 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 他有什么了不起 要不我怎么样的话 我也是怎么样 你看 就像酸不到心里 对不对 我们有太多的恶念 所以第一个要先修 把恶念转为善心 善心转为慈悲心 这是很重要的 要修你的念头 第二个 每天大笑三下 请问 在座老菩萨 你多久没笑 所以你知道吗 现代人 上了学 工作完以后 现代人你会发现 有很多很多电影 现代人最喜欢看什么 搞笑片 对不对 其实是很好的 外面现在心里压力很大 回去好好大笑三下 大笑三下 请看下面 要找到自己 让你开心的方法 比方说唱歌 比方说唱卡拉OK 唱歌会让人家长寿 真的 很多老菩萨的 不好意思了 我的身体不好 声音不好 我哪会唱歌 那你唱南无观世音菩萨吗 对不对 对不对 老实说师父还没有学过之前 我是很爱唱歌的 我的歌声也很好 所以我唱凡辈呢 是很庄严的 对不对 唱歌很好 跟朋友在一起唱歌 你要找到自己 让你开心的方法 注意听 找到自己 开心的方法 但开心的方法 不要疯狂 但也不要伤害别人 举一个例子 以师父的例子来看 2.3 什么东西让我最开心 你知道吗 我虽然出家 其实我很喜欢小朋友看 小朋友可爱的照片 smiling face 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喜悦 所以我告诉你 我出生的时候 其实我也很cute 我还有我妈妈留给我 一岁的照片 为什么 因为你常常看到孩子 你看孩子 多么喜悦 其实大人比小孩子 烦恼太多太多了 小孩子当然他也是 有烦恼 喜怒哀乐 你给他巧克力 他就很高兴 你不给他 他有人闹 可是孩子的心很单纯 我们人 我们讲 善才童子 童子就是要有赤子之心 所以 要找到让你快乐的方法 请看下面 祝各位今天心情愉快 天天都愉快 你多久没有笑了 你念佛念到都苦瓜脸 对不对 修行呢 我发现华人的联友 有时候心崩得太紧了 看这里 就像念珠一样 我做工 下个月叫功继经 下个月呢 师父又来讲经 一定又要问我 普贤行愿品念完了没 然后呢 或者不是 世家行 第一 十一万拜 还没有拜完 你的心会断掉的 放松 不是放逸 注意点 你心要放松一点 虽然我也会鼓励你 但是希望你心情要愉快 我们从中不是讲吗 学佛好不好 很好 法喜充满 可是我看到很多老菩萨 都是苦瓜脸比较多了 你多久没有笑了呢 你想想看你多久没有笑了呢 对不对 你多久没有跟你的朋友去唱 I will follow you Follow you forever may go 对不对 你多久没有唱绿岛小乐曲啦 对不对 华人里面最喜欢唱啊 绿岛小乐曲 以前师父学唱歌的时候 第一首成名曲就是 绿岛小乐曲 我很会唱的 为什么 因为唱歌会让你心情很愉快 对不对 当然啦 我现在已经出家了 没有错 你看 下面的人多开心啊 看看下面的图片 smiling 生命是很喜悦的 我们有时候啊 投胎来了 因为工作 因为家 因为很多人的因素 都把我们压得快喘不过气来 有时我们忘记 活的其实是很乏喜的 做一个佛教徒 应该要很开心才对 对不对 当然我们要精进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生命的喜悦 你看 外国人他非常的开心 心非常的开朗 对不对 你多久没有跟你的朋友呢 很开心呢 所以我告诉各位 我们现在台湾拍照 佛教徒 商业金色拍照都有两种版 第一个叫庄严版 请合掌 第二张叫轻松版 一二三一 很多人都喜欢轻松版 对不对 我们心要开心一点 你要从你身上 带来快乐喜悦的能量 你才能够为众生 带来快乐喜悦的能量 谁说老人家不能开心呢 看这张图片 三个二三十年不见的老朋友 在医院里去看一个朋友 三个人讲到以前的爆笑的故事 三个人笑得多开心啊 你想想看 你多久没跟你的老公跟老婆 笑得很开心啊 对不对 所以你变成了黄脸婆啦 是不是呢 我们真的常常忘记 生命的喜悦 对不对 希望大家要找到 让你开心的方法 当然出家人要很庄严 可是出家人也可以很开心 以欢喜心来广度众生的 接下来你想 唱歌是很好的 对不对 唱唱呢 民谣 唱唱新加坡 我不知道新加坡 听说新加坡好像也有老人歌唱比赛 对不对 是不是 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还没那么老 我有一次无意中 经过 全能堂看到 很多老菩萨的老人 新加坡的老人 都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上去唱歌 对不对 其实他唱得也不怎么样啦 老实说 可是他很开心啊 对不对 他找到生命的喜乐 找到呢 这个自己的兴趣 所以很多人现在叫中年危机 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直做工 一直做工 做工 做到walking walking 突然死不退休了 糟糕 你的生命就一片空白了 你从来找不到让自己再快乐的动力了 然后就会了嘛 忧郁症 然后就想东想西 所以唱歌实际上是很开心的 你看年轻人多酷啊 进录音室录音 你如果进上野经社的网站 所有唱的佛号 师父也都是进录音室录音的 对不对 你把快乐的音声 可以唱世间有意义的歌曲 带给人家欢乐 你也可以唱佛教的音乐 带给人家 法喜充满的法乐 接下来看 我最喜欢 One of my favorite 对不对 你看多可爱啊 小朋友啊 对不对 下面还有一个什么 金丝猫 对不对 金丝雀 对不对 小朋友 你看 他微笑 从孩子当中 你看到嘛 人间又多来了一个菩萨 生命有喜悦 所以生命的喜悦 并不像老菩萨跟我想 哎哟 我又多一个孙哦 又来个冤亲在主了 谁说的 那我妈妈要没我生我的话 我怎么来投胎啊 你们怎么有心梦法师 为你讲经啊 孩子不一定都来投债的 孩子也有跟你有善缘的 想唯摩绝居士 唯摩绝经 全家人都是佛菩萨来投胎的 但是你要生到 观世音菩萨来你家投胎 那要很用功 所以看到孩子 你要想 人间又多了一个菩萨 不一定都是渊亲在主 再看下面 小朋友多纯真 他充满了赤子之心 小朋友不像我们大人 这么多烦恼 大人的心很复杂 因为我们大人 要面对很多的压力 你看 小朋友多可爱嘞 是不是 是不是 我看到今天 大家也笑得很开心 好 对不对 好 等一下我还没讲完 还有一段 所以希望你常常找到生命的喜悦 你要想我们常常有太多的压力 其实我们忽略了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喜悦 好 再看 下一段 生理上 我还没有讲完 2.4 你心里要愉快 第一个 你要有庆祝生命的喜悦 同样要帮助其他的生命 所以佛教里有讲放生跟护生 不过这个主题 在新加坡来讲 我会改变 建议你有智慧的做医药基金 是紧急的 还有教育基金 提供很多人 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小的时候 很苦 可以得到清函奖学金 比如姓王的 他就会颁王室清函奖学金 对不对 新加坡有些有人有人才 但是他缺钱 你也可以捐教育基金 接下来再看 2.5 现在社会问题有很多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贫穷 新加坡也有很多年轻人 因为面临找不到工作 因为新加坡的年轻人太挑剔了 太会complain的 其实工作不分高跟低 你能够学习 你应该慢慢学习 台湾 现在师傅讲台湾 台湾也面临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有钱的人很有钱 苦的人很苦 那没钱怎么办 用偷 没钱就用抢 没钱就骗 所以我们台湾喊出一个教育 一个标题 教育才能解决贫穷的问题 要从下面四个教育 各位特别注意听 每个老菩萨都很重要 第一 一 品德教育 第二 家庭教育 第三 生命教育 第四 专业知识的专业教育 你看到一个年轻人 很不学好 你很想帮他 又会骗 又会吃 又很懒 又能顶爸爸妈妈嘴 那你就要去教他 先从家庭教育关心他 关心他 有人爱他 接下来他的品德很重要 接下来你也可以让他去参加 世间的心理学辅导 不用急着说 一定要拉着他来立刻念大悲咒 因为他根本不要念大悲咒 你要去鼓励他 比方说 这个年轻人很聪明 他想做旅游业 那就鼓励他去做最好的旅游业 对不对 你鼓励他 帮助他 从品德 家庭 生命教育 最后他变专业的导游的时候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会改变 所以教育才是真正解决 贫穷的最好方法 虽然教育看起来很慢 其实教育是很重要 这里的教育包含世间的老师 跟佛门的老师都很重要 没有世间的老师 你没办法学到知识 没办法得到生存的技能 没有佛法的老师 你拼不到佛法 你没办法找到人生 苦海当中的灯塔 所以 其实心理上 你希望要长生 不是只是说 来 老板 明天我要放生了 给我准备一排条鱼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 并不太适合在新加坡 当然在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 可以放生 因为他的环境比较好 放生是佛说的 师父不会反对 我要鼓励你的是说 放生要有智慧 现在应该来做 佛教跟非佛教的医药基金 还有教育基金 请问 台湾有一阵子也会辩论 大家都喜欢要讲处理流浪狗 我们新加坡比较容易没有看到狗 因为狗跟猫早就被警察抓走了 在台湾就有很多流浪狗 那请问 这些流浪狗怎么办 牠身上有细菌啊 会传染疾病啊 那你说杀狗吗 也不可以啊 但是你可以把它结渣 结渣以后 牠就不会再继续乱养小狗 那现在有个问题 佛教徒花了很多的钱 喜欢救动物 为什么不救人呢 孤儿院 养老院 育幼院 弱势团体 性侵害或性暴力 或是被暴力的家庭孩子 为什么不去救呢 所以佛教徒真的要想一想 所以我也在思考 对不对 我们都很在乎 今天放生功德很大 明天看到隔壁的 印度尼西亚的呢 当做没看到 即使你可以帮他的 你为什么不帮他呢 真正放生护生是救度众生 应该先救人 因为人有善根 人可以学习佛法 对不对 所以各位真的要想一想 好吗 最后看 简单地说 心理上最大的称恨是什么 称心跟嫉妒心 是最伤身体的 所以你常常发脾气的人 身体不好 你绝对寿命不容易长 所以要改自己的脾气 第二个佛友跟佛友之间 不要动不动就吃醋 哪有这么多醋可以吃啊 对不对 嫉妒心 jealousy can destroy everything too 所以称心跟嫉妒心 中国人讲怒气攻心啊 你知道吗 你常常发脾气的怒气攻心 你的心脏 你的肝脏是不太好的 所以不要发脾气 也不要认为发脾气 是唯一解决事情的方法 有个佛友也会跟我说 师父你讲得很好 可是我的经验就是 我不管怎么讲 我骂他一顿就最有效 短暂几分钟有效 可是下次问题不一定解决 骂人不一定是唯一解决的方法 换个方法嘛 所以希望大家在心理上 乐观一点 开怀大一点 今天晚上可能很晚 你不要在家里乱乱笑 不然你的家人会觉得 明天早上起来的 请你每个人要大笑三下 找到让你开心的方法 好吗 好 接下来 再看 spiritual level 在佛法修持上 当然我们能够学佛 这是很有福报的 第一 请你修慈悲法门 最有的 最适合大家的 我觉得是 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或地藏菩萨的法门 所以谢谢在静明佛学社讲 显密圆容观音法门 在宽祭堂 我讲过极乐净土四十八大院 这次又介绍地藏法门 其实观音跟地藏 这两个菩萨 是在我们这个说佛世界 最适合你刚开始学习的 甚至这个慈悲法门 也可以让你一直修 修到成佛 第二个 修长寿法门 在华人的世界里有人喜欢 阿弥陀佛法门 可是有些听说修人间净土 或弥勒净土的故意毁谤 阿弥陀佛法门 我觉得棒法并不好 在西藏人 注意听 西藏人没有一个人 不修长寿法的 西藏都会希望自己的上师 有长寿会供 所以西藏人每一个人 都会修长寿法 为什么 因为我昨天讲过 你现在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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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你的生命突然到了 你得了癌症 可是你还没有能够预知实之 你当然希望你的生命能够再长一点 让你能够修到一个结果 这时候你可以拜严命观音 你可以拜严命地藏王菩萨 这时候你的寿命会增长 当然你也可以修阿弥陀佛法门 无量光 无量寿 修阿弥陀佛法门 或无量寿经 或阿弥陀经 你的寿命也会长 所以老菩萨不要怕 你应该很开开心心的 我晚年听到佛法好好修 假如我修到了阿弥陀佛来接我 那太好了 我就先去极乐世界咯 对不对 那假如我一直修 越修越长寿 那没关系啊 在极乐世界要修行 在这个世界要修行 那我就继续修嘛 所以真正修行的人 应该不会怕死的 为什么 因为时间呢 是没有限制的 生命就像河流 我常常说 上游游到中游 游到下游 第三个 请你点灯 明天最后一天 大会也很慈悲 会为大家一起举办点灯 点一盏灯或三盏灯 一盏代表一心不乱 三盏代表界定会三学 假如初一十五你很有福报 你想多点一点 那就点十盏 十盏代表华严经的大圆满 那你算一算 从现在开始 你这一生 不管大的灯跟小的灯 一直到你往生之前 你到底点过多少灯 点灯对自己跟其他 都是一个很大的功德跟利益的 这在讲经里我也常常说 我在这里就不重提 请看三点四 精进的短期闭关跟羞耻 你专门的念一部经 念佛或念咒 比方说你现在突然有休假 有连续七天 一天在家里念五遍到七遍的普贤行愿品 七七四十九 你就念满了四十九遍的普贤行愿品 密集式的闭关 也可以转动了影的业力 而让你寿命延长 好 接下来再看 第五个 供养三宝 互持正法 这要趁你年轻的时候做 在你的心 不在乎你钱多少 就算你供养两块心币 十块心币 可是你在佛前发愿 你希望互持佛法 终生得到无量的功德 那他都会也有福报的 也有转大的功德 很大的功德 第六个 请看 做广大的供养或无遮大会 最有名的中国良黄宝灿 为什么 这必须要有福报的人才能做 你平常没有钱 你是没有办法的 注意听 做法会不是重点在出钱 而是你要请动 有108位的法师 全部为你送金 那要很大的福报 对不对 你要请很多人为你做功德 你平常不念经 你要请所有的法师 为你做佛事 那你要很大的福报 以前的福报大部分都是谁才有呢 文武百官或国王才会有 那一般的阿公阿婆呢 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你要有很多人一起为你做大法会 乃至像中国的水陆大法会 或是良黄宝灿 或是很大的大法会 所有一百多位或是几百多位 甚至上千位的出家人为你送金 你才会转动业力 那这个是不容易的 最后请看3.7 精神上 好 来复习一下 刚才说 身体上 对不对 让你最伤身体的是什么 紧张与不安 对不对 心理上的呢 是什么 称心跟嫉妒心 对不对 那请问 在精神上呢 最伤害你的身体的是什么 懒惰与放逸 请瓜胡加一个 看寡语 这就是你的心很放逸 很懒惰 你有时间看一个小时的寡语 为什么你会没有时间念普行行愿品 你自己不想念而已 懒惰放逸 这是最伤害你的道业 你现在不用功 等到你生病得了癌症的时候 你那时候想用功也都没有办法 所以学佛要把握当下 不要总是想 等我老的时候我在做什么 等我呢 以后再做什么 我跟你讲 未来是等不到的 你现在都不努力 将来你怎么可能控制呢 所以各位 灵友是有善根的 对不对 你身在有福报的新加坡国家 你十一住行也无缺 然后呢 你还是每一年呢 去世界各地的旅行 或去朝圣 所以鼓励大家 精进 精进 再精进 这是精进波罗蜜 所以以上透过 生理 心理 跟精神上 三个你都做的话 你的寿命就会延长 延长的目的是什么 继续学习佛法 继续留在这个人间 互持正法 继续留在人间 广度一切的众生 这样子你活下来 老的时候很健康 很有智慧 很有人缘 那你活得就会非常快乐 你有很多的怜友 然后呢 你又头脑很清楚 每天学习佛法 修持很开心 假如你没有学习佛法 老怎么办 第一个 怕死 第二个 病痛很多 这里痛 那里痛 这里不方便 那里不能去 老的时候呢 又流口水 年轻人又嫌你脆脆念 老的时候你就变什么 孤单老人啊 是不是 最后要鼓励各位 碰到老人家 应该多多关心他 因为我们人也会老 举一个例子 专心听 时间快到了 我知道 在台湾 我们做MRT的时候啊 年轻人都会让老人 这就是很好的 爱心运动 为什么人都会老 有一次我 师父也做MRT 我们在台湾呢 也有这个座位 是叫做Priority Seat 就是给老人 病人 或受伤人 或孕妇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年轻人 可能去补习吧 十点半 师父也讲完经 要回去了 然后我就坐 然后我就站在他面前 很多很多人 突然有个老人家 也站我旁边 那他已经坐了这个位置 我就叫年轻人说 欸欸 年轻人 年轻人 你辛苦了 你在睡觉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位置 让给你旁边的老人家 坐好吗 他说 你这个臭和尚很烦耶 我补习补了一天 他自己不会去坐计程车啊 哎呦 你怎么这样讲话呢 对不对 我说你也会老 他说你不用管我 我又不学佛 你教训我做什么 我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那个老人家说 师父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看到这个年轻人 我觉得很可怜 为什么 我只是劝他 对不对 你很累没有错 可是年轻人 你有体力 你让老人家坐嘛 你想 我们老 人老就越来越弯腰了嘛 假如你腰的时候 弯腰的时候 假如一个年轻人 扶你一把 你会很感谢 人轻人 让你一个座位 你也会很感谢 同样的 我看新加坡 很多人做MRT 也不太让别人的 所以新加坡的年轻人 还要再努力 有些我也看到佛教徒 会让别人 可是呢 有些人都当做没看到 其实不好 因为从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 修行 就要去 从你跟人 跟人的互动 假如你的心很好 你的体力不错 你让给人家做 老的时候 你走到哪里 都会人家让你做 好 今天讲经 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明天请看三十二页 第四佛轮 请各位先预习一下 从三十二页到三十四页吧 明天我会把 第四跟第五 乃至于进度快的话 会到第六佛轮 把它讲完 那有几位佛友 他的问题也很好 假如是私人的话 我单独会给你回答 等法会圆满 师父会拨电话 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呢 若是公开的问题 跟十轮品有关的 或跟修行有关的 或是师父这次讲的十二因缘 或者是 讲属习观 或是今天讲 人要保持长寿的 这三个方法 若你有问题的话 请你问 然后呢 所以明天会点灯 点完灯以后 我还会再讲经文 讲一个段落 最后我们还会走回向 所以呢 每一次呢 到最后一天呢 大家都会很忙的 所以答案呢 还是要记得 慢慢来 不要急 你们都是这样 平常没问题 最后一天 哇 师父哇很多问题 这样我会很快往生的 那你也会很往生的 但是我们往生到哪里 就不知道了 好 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 给各位再看一眼 很cue吧 对不对 看幻灯片 大家不要常常忘记 生命有很多的喜悦的 希望我们的心 就像一轮明月一般 常常保持清净的心 佛门里面常常用千江油水 千江月 对不对 月亮前面是有乌云 我们最近刚刚过完中秋节 中秋节虽然是中国很好的文化 也希望你的心像皎洁的明月 在佛门里面正常常用莲花 红尘当中清净的莲花 红尘里面因为众生的业而显现 不管是字业或贡业 其实众生是很苦的 希望你在保持身体的健康 心灵的愉快 最后也在精神上勇猛精进的羞耻 常常提醒自己 佛门用莲花 莲花代表因果同时 希望大家能够像 红尘中清净的莲花 利益无量的众生 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 好 诸位法师 诸位灵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好 今天是讲座Part 2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我们会自慰自己 跟一切的众生点灯与发愿 好 先看一下幻灯片 很高兴这次为各位介绍地藏法门 尤其是十轮经的十轮品 首先要谢谢三宝 也要谢谢主办单位 那因为这部经 这一品呢 有一点点长 所以答案没有讲完 所以只好到明年四月的后 有Part 3 所以有第三部分 那先看一下幻灯片 地藏菩萨的愿力是广大无边的 释迦摩尼佛在地藏经里面 对着无量的天人大众说 地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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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入灭以后 南岩福提以及三千大全世界 乃至无量无边的世界的所有的众生 在没了菩萨 没有出世之前 我统统都交给你了 所以地藏菩萨承担这个大悲愿力 广度众生 接下来请看 以点灯与发愿 满你一切的心愿 那也很难过 而且也很惭愧的说 今天刚好是新加坡的总理 总理夫人 李夫人出病 所以我也很欢喜 希望带大家 我们讲上报四重恩 第一个是三宝恩 第二个是国家恩 各位生活在这个富裕的新加坡国家里 能够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我们要感谢李总理以及文武百官 所以我们待会点灯的时候 也希望为李夫人做回向 这是我小小的一个建议 也满大家一切的齐情 第三我们请翻开 44页点灯祈愿文 虽然在座三分之二以上的联友 几乎都很清楚点灯祈愿文 不过因为有些联友是新的 所以请你有耐心给师父一两分钟 page 44 please 这是西藏阿迪侠尊者 在魏藏的地方 所以说他每到一个佛像面前 他就在十八位的弟子 而发以下的愿文 所以这原文是阿迪侠尊者写的 阿迪侠在西藏 经过莲花生大事七八世纪 把佛法传到西藏以后 很不幸的西藏也像中国一样 出现了不好的国王 叫朗达玛灭佛 西藏曾经有一百年 黑暗都没有佛法 最后他们就请 Gadamba的祖师 也就是阿迪侠尊者 到西藏去弘法 所以阿迪侠走到哪里 都可以感受到 众生的业很重 所以正法很容易被摧毁 所以他就带着自己的弟子十八位 走到任何的佛像面前 他就发以下的愿 那这个呢 在格鲁巴来说 是很重要的传承加持 同样透过尊贵的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 Gamaba 亲自重新作曲 而且修正 整理 而成为以下的发愿文 这个是今天要教大家的发愿文 所以待会我会先唱六支大名咒 Om Mani Baby Ho 然后呢再传给法师 再传给干部 然后请大家专心的念 念的时候心不要乱 专心的观想 所谓传灯它不仅仅是仪式 它要点亮你的大悲愿心 当然传灯从一个传一个一个 代表佛教的佛弟子要和和团结 这样子佛法才能够注视 第三 当然在这几天奖经 我来新加坡呢 也快要一个月 下个礼拜我就离开新加坡回台湾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人来见我 我也觉得 众生很虔诚 很精进 但是很多的众生还是很苦 不管是你自己或你的家人 都有很多的苦难 烦恼 灾难 病痛等等 所以请你在传灯的时候 也观想他们也在你旁边 捧着莲花 点着一盏无形的新灯 所以再会发愿文呢 在创完Om Mani Baby Ho 的时候呢 我带你一起发愿 发完愿以后是唱诵 唱诵我会放MP3 所以它有三遍 所以从第一遍以后 你就可以开始唱 那在这个文里面 44页第19行 愿与弥陀何为一 当时阿提侠尊者 也是主修观音法门求生极乐世界 当然在不同的法会 你可以改成愿与世家何为一 或愿以观音何为一 或愿与地藏何为一 这是可以的 但是今天放MP3的时候 它是唱 愿阿弥陀佛何为一 所以愿一切的众生 也都能够去极乐世界 所以它会唱三遍 所以在44页第13行 这叫神变咒 所以你要必须观想一盏灯 变成三盏 前后变五盏 上下变七盏 然后上右旋转 就变无量无边 就像佛门里面讲的 一厘米变七厘 七厘 七厘变无量无边 这叫做神变咒 再看45页 得亚塔便扎之亚阿瓦布达那耶素哈 它会唱快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属于叫做满愿咒 就是满你示出世间一切的愿望 请你捧着右手的灯向右旋转 所以你的方向一定跟师父是相反的 不要我向右 你刚好向左 那你就会变外道去 佛法很重视缘起 不要开玩笑 所以点的时候 由下往上 佛佑一直很问我 是不是里面推出去 你又不是在磨磨 由下往上 代表你菩提道上步步高升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叫做满愿咒 好 待会他会唱三遍 然后完了以后 传统上我会唱阿弥陀佛 不过今天是地藏法门的法会 所以我会敲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四个字 那今天在最后一段的经文 我会讲念地藏法门 也可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它有敦煌本的经文根据 以及我也会讲两个感应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不要讲话 心定下来 新加坡人最后一天 都是很紧张的 我的心脏也不太好 我从早到现在都没有停过 所以请你专心听 我昨天讲慢慢来 不要急 你们有很多问题 可是刚开始都不问 到最后一天都是一大堆的问题 我不是不帮你 你选错时间了 有些问题很personal 我会打电话给你 我会在上飞机之前都满你的愿望 所以 请你有慈悲心 多体谅别人一点 好吧 接下来 若有机会 请看 你可以到菩提家园 满愿大佛塔去点灯 或是尼泊尔 这是莲花生大士 亲自建的满愿大佛塔 众生很苦